大家好,我叫黄悠悠,英文名叫Esther 目前正在考取安大略省的地产经济执照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录像当中 跟各位来分享如何在安大略省获得这个执照 希望对感兴趣的朋友有帮助 今天的分享内容主要是包括如何申请 还有课程的设置和费用的一些问题 想必大家可能知道在过去考取这个执照 主要是在RICO这个机构 那么在2019年的9月 这一块的课程就转交给了Humber College 这个报名的过程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上他的网站 注册成为学生 只要上传你的高中以上的文凭 交一个75块钱的报名费 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注册完了以后 你很快就会收到邮件告诉你已经是他们的学生 一个模拟学习 分两次举行 一次是五天 一次是四天 那么这个五天呢 是在第三门课考试结束以后去参加五天的实地上课的过程 然后第二次的这个模拟呢 是四天呢 是在第四门考试结束以后去参加这个课程的学习 这应该是跟过去的这个学习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报名的过程刚刚我讲到是非常容易的 很快也就可以完成在网上都是可以操作的 全部都是在网上学习 那么只有当你在网上学习结束以后呢 你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考试必须要去实际的实际的考点考 那么在安大略省呢 各个的college它都有设置这个考试的考点 你可以选择一个离你家最近的地方去考试 需要记住一点的是在你在学习完了以后 有一个七天的时间 就是你今天学完以后 你最早考试要在下周的今天 除非你想要快点考试的话呢 你就要很快的就是把这个slide全部都click 这样的话呢 就系统就会认为你已经学完了 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book考试 然后再回去学习 那么当你全部click完了以后 学习完第一遍以后呢 这些内容全部都会保留在你的history 所以你还是可以不断的回去学习 是永远都是保存在你的账户下面的 那么三门结束以后呢 去刚刚我讲到要去上实际上课五天 然后呢再上第四门 第四门课上完以后再考试 考过以后再去参加这个四天的 这么一个模拟的课程 每次每次让你报名下一个课之前呢 你必须要过前面一门课 那么即使这两个模拟的课程呢 也都是有考试的 也都需要考试 考完以后考75分以上才可以过 然后呢再继续下一门课的学习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你是非常的motivated 很有动力想要完成这些课程的话 我个人认为六个月的学习时间也是比较现实 也是可以完成的 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目标 那么你一共有呢 24个月就两年的时间 让你来完成这所有的课程 所以如果你没有很很着急的话呢 也可以take your time 那么费用的问题呢 将在Humber College上呢 网站上呢 有详细的介绍每一门的课程 那么所有的这个五门课程 包括考试 所有的费用下来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是3590块钱 其实是蛮大的一笔费用 当然了啊 这个做地产经济开始入门的费用确实是比较高 到考完试以后 还要挂靠在这个brokerage下面 都其实都有很多的费用 不过我我看的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呢 就好像是 这好像是做生意 我们做生意那个成本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些分享的今天分享内容呢 包括报名的过程 课程的设置和费用的问题 这些内容其实在Humber College的网站上 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那么呢 请你以官方的信息为准 在接下来的这些录像当中 我会按照课程跟每位介绍每一门课程 喜欢的话请你为我点赞 谢谢